先写左半边的树心旁 转树 一个转折 长树要注意啊 隶树的点化 不宜写的过直 不能像小传那样 粗细均匀一致 一定要增加变化 增加提案 注意这个比例关系啊 上半段是比较重的 以这里为节点 下边这一段要短一些 用半边 这树稍长 然后连续的几个横画 垂直的一树 最后呢 这笔是波画 或者叫做波折横 较为重要的一笔 注意空间关系 这些地方 或者我这里 以它为节点 延长 加上它 甚至这上面一点 再加起来 这些空间都是等矩的 这里自然也是一样的啊 纵向的呢 这部分也都是等矩的 而整个自信内部 这里是有一个 非常舒朗的空间 右半边呢 这个部分也是 一个大空间 这是它的不白关系 另外书写的时候呢 一定要加强 点化本身的提案变化 要尽量丰富 切记处理的过于简单 再来说 一通知 这里是一通知 怎么样 根本身也有 可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